Nana teas 手机都没有坏啊 就是拉诺秀 然后你们看看 我现在在哪里 我在台湾了 就是拉诺秀的基地 我们这次住的地区是斯门钉 然后刚才逛逛逛 我竟然看到他们的旗舰店 我已经进去一轮了 逛了一轮我觉得非常帅 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看 看台湾的莱诺修店到底长怎样 Let's go 很美 它在深圳的西门大街那个上面 很容易看到了 这个哦 是 上面全部都是用他们的那个 手机壳的原材料做出来的 没有因为我们在做手机壳的时候 都是用磨做的嘛 然后你要关进去的时候 你旁边就会有一个tick的嘛 所以壳出来之后要剪掉的那个tick 就是那个tick哦 Aquastan太多款式了 你们记不记得它 那时候我拍过 它是可以MagSafe的那个水壶 然后你就运动 一边运动哦 你一边看戏 Aquastan的升级版 就这样小时候 站的时候那个角度是尴尬 给你放手机看东西 有它的照镜子用的 它现在夹好这个hook 然后两边gap起来 就可以拿来背了 然后你就能夹背着你的水壶出门 这个跟你的吊绳不太一样 不一样 我真的是最classic款的 它现在的材质就是这种 好像云朵feel这样子的 还有死亡barby pen 你就可以搭配各种和那种 多巴胺穿搭 棉被每天换这样子 各种颜色的手机壳 全部是MagSafe的 这是我们美国很少看到 但是online是买得到的 Apple Watch的那个case 跟它的那个表带 编织的 而且很舒服耶 它的material 哎呦有弹性耶这个 AirPods的casing 这个全部都是那种联名款 整个墙壁都是耶 这个是他们家的grip 也是online买得到的 很多款式都有 大个小的都有 刚才我问店员的时候 还有顺便跟我们讲 这一间店的整个concept 就是从环保为主的 包括它这个桌子哦 它这里全部都是环保材质 这一粒粒的是手机壳的碎片来的 尤其是这一个系列 环保再生手机壳 它就不能够再循环了 所以它们这些全部 你看到的 都是 用一些用过了的手机壳 人家丢回来 它们把它重新再造一个出来的样子 mono material 0 waste 它的 哦 就是你留意看哦 是看到它有不同的紫色 它今天resale material 如果是刚好来到这一堆 是可以做出这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堆做这个颜色 所以有一点点偏差了 就感觉有点是手工艺品的感觉 诶 它还做这个东西耶 就是你把你用过的 Ryno Show手机壳 全部从这边丢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再循环 变成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紫色的手机壳 这样子的样子哦 你有壳吗 用你手机壳 我要丢进去 这玩意用我的手机壳哦 因为我的用者 啊 1 piece 了我这个 1 piece 了我这个 1 piece 了这么有我的名字啊 贡献一份力量啦 可以啊 为你环保 OK 其实这个举动是很好 因为我们手机壳每次用完了哦 你要么放在家封城 要么你就丢去Ryno 是很不繁保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它 后后可以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 然后你们没有用的手机壳 就可以丢进去这样子啦 OK 看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点东西 然后逛逛一下西门 然后你们有一个很大型的exhibition要去 对不对哦呗 当有 收山园区 诶 里面有灯吗 都讲是这边 你给我兜一个大拳 我欠我一杯奶茶 白色的 Ryno Show Ryno Look 听到吗 Zero is nothing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这一句话 就是通常那种一线大品牌 他们都有在认真做环保 比如说Apple 或者是Acer 他们真的是 Samsung 大家都一直在讲环保这一件事情 大品牌都在走着这一条路线 所以你看Ryno Show现在也是在搞环保 你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大 对对 Yet 但他们已经做到不懂他做什么了 全部MaxF都已经出完了 真的是没有东西做了 这样做环保 做环保 哇 很认真耶真的 好认真 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材料本身是中性的 塑料本身并没有对错 错的是人类对大家的方式 哇 其实塑料本来就是一个科学意外去研究出来的东西 后面人家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然后就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是后面越来越走得了 然后就发生了觉得塑料是不好的这个假象 还故意杀手 我刚才稍微逛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他们今天展示的全部东西啦 除了跟环保有关之外啦 它会可以让你去反思一些你平时日常生活上面的习惯你知道吗 因为它讲了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塑料是可以回收 可以循环再生可以自然分解的 所以也代表说Rino Show就算今天他们用了全部东西都是塑料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滑保 这边都是目前有看过Rino Show的自家产品 就是他们的这个经典款防甩手机壳 Zero Waste 100% Circular 包括还有AirTag外面的这个Case 然后还有这个Apple Watch的这个表达还有外面的这个Case也是 上面的号我很喜欢的 很有艺术感 虽然不懂表达什么 你上面看到的那些画 都会在这边 诶 他们是一些漫画家北书系的那种大师去画出来的 因为Rino Show 我很喜欢跟那种画家 艺术家 搞配合 然后不喜欢我们的保护壳都会有哪一个画家的系列 对 我没有想到 今天这一场东西留了一个很深奥意义的东西 什么 请写下你心中的灵 Infinity 那是两个灵哦 刚刚听了超认真少年他讲 这个壳其实他是用鱼网做出来的 但是他用鱼网做他又同样可以达到 像Plastik一样这么坚固 这么硬的那个材质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这次我特地飞来台湾 然后参观他们的旗舰店之后 然后也来了他们这个环保围主题的Exhibition 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用了那么多Rino Show的手机 可我竟然不懂它背后的意义原来是那么重大的 因为每一个再生产品的过程 都是要经历十多到很专业的工序去完成的 然后才可以出现你想要看到的样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很deep的 就是当我重新站在你面前 我又有几分相从前 其实这句话除了形容爱情之外 其实也很好地拿来形容环保 在循环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就好像Rino Show他们的产品真的很特别 保持那个很美的设计感的同时 哇做到很trendy 很时尚 很跟得上潮流之外 他们也很直观地去保护地球这一方面 反正我今天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之后 对环保有一点点的了解之余 如果你想要买手机壳的话 你们也可以想要Rino Show 甲啦